日本的便利商店 日本的便利商店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阿倫便利店要跟大家來介紹 一個日本的便利商店 一個什麼樣的產品呢 像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那個日本的冷凍食品 就是像之前介紹過那種烤雞肉的那種東西 然後今天一樣是要介紹日本 7-11所推出的一個冷凍食品 至於是什麼商品呢 就是這一個 7-11所推出的 鍋燒烏龍麵 沒有錯 冷凍的鍋燒烏龍麵 現在因為它是冷凍所以非常的冰 然後一看到後面就已經有那種 冰到有凍到那種白白的 已經跑出來了有沒有 然後這個冷凍烏龍麵是要怎麼樣吃呢 像我之前所介紹的那種烤雞肉那種 是需要用微波爐去微波的 然後也許有人家裡面沒有微波爐 或者是你住的地方沒有微波爐 可是你可能住在民宿啊或者是你現在住在日本的人 家裡面有瓦斯爐或者是那種 IH的那種電子爐 然後它這個鍋燒烏龍麵的加熱方式呢 就是使用瓦斯爐或者是IH的電子爐 對 它不需要用到微波爐去加熱 而且它是 就是有那種關西風味的 鍋燒烏龍麵 關西風味的鍋燒烏龍麵 然後它的加熱方式呢就是放在瓦斯爐上 它這邊有寫教你怎麼用的話 就一開始的三分鐘呢你先用小火 重點還有特別注意說一定要是小火 先用小火呢讓它慢慢退冰 等到三分鐘過後之後呢 你再把火力再稍微開強一點 然後等煮到已經就是滾了之後呢就可以吃了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試看看看這個 關西風的鍋燒烏龍麵 冷凍的喔 這是冷凍的 超硬的 到底吃起來的味道是怎麼樣吧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加熱吧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馬上就來煮煮看吧 它說在煮之前呢在上面的這個 這一層薄膜呢要先把它撕開來 因為不然可能會有那種融化 有毒物質會發生喔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撕開來 它裡面的料非常的豐富 你看有這種玉子燒 蝦子香菇 跟這個什麼 像豆腐還是麻糬之類的東西嗎 然後還有這個魚板 昆布 是昆布吧 也菜之類的東西 在裡面還有這邊還有一個 這應該是肉吧 雞肉 好 那我們就來煮吧 先用落火 小火呢煮三分鐘 然後放上去三分鐘 而且它這個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你不需要加任何的水 或者是高湯之類的 它裡面等一下好像就會自動 水就會生出來了 對好 那我們就等三分鐘 等它退冰囉 好 我們現在已經過了三分鐘了 它現在有些 有水已經跑出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 那我們現在火呢 再稍微調大一點 它是中火好了 好 那我們就等它煮滾囉 好 現在已經滾了 我們煮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連一開始三分鐘加起來呢 大概總共煮了十分鐘 大家看到現在已經滾了 所以現在滾了之後呢 其實差不多就可以吃 然後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去放一些東西 或者是醬汁直接吃也是可以的喔 好 那我們就準備吃吧 先把火關掉 因為這個很燙 我們把它放在盤子上好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煮好的鍋燒烏龍麵 大家看到 哇 感覺超級好吃耶 然後這個呢應該是麻糬 應該是麻糬 沒有錯 這一個 這個東西 裡面還有像這種 香菇的東西 感覺很多汁有沒有 玉子燒 魚板跟豆皮 還有青菜 跟像這種肉 有一塊雞肉在裡面 我是覺得裡面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自己再買肉放下去 多加一點 好 那我們去吃吧 將將 國燒烏龍麵做好了 來看它的煙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 吃吃看它這個 所謂的冷凍食品的烏龍麵 到底好不好吃吧 感覺烏龍麵的麵條好像很Q的感覺 有沒有 感覺非常的Q彈 好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いただきます 小心不要燙到 它的烏龍麵真的很有Q度 那種彈牙 有一點點彈牙的感覺 那我們來喝喝看它的湯 關西風 關西風的湯味道如何 哇 好喝耶 這真的是那種 這應該是什麼 柴魚高湯嗎 這些那種感覺 非常好吃 然後這個是一般台灣比較沒有的 這個 麻糬 麻糬的這個東西 日本人還滿喜歡在那種 湯湯水水裡面 加一個麻糬 烤過的麻糬這樣 它現在已經跟那個麵 已經融為一體 好 那我們來吃看 いただきます 吃麻糬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慢慢吞 果然是很日式風味啊 像一般我們在吃烏龍麵呢 可能不太習慣你沒有加這種麻糬一類的東西 所以偶爾來吃一下感覺也是滿… 滿新奇的體驗 香菇 它香菇帶骨甜味 而且它那個菇味很濃耶 就這樣端出來你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它原本是冷凍食品 真的很好吃 很多汁 雞肉 它雞肉好像有醃過 好像有那種用酒醃過 稍微醃過 可能去腥味用那種感覺 吃起來還滿香的 玉子燒 我比較喜歡吃 沒有加熱過的玉子燒 就是那種已經冰冰的 有一點那種冰冰涼涼的 那種玉子燒我比較喜歡 那種加熱的我還好 可是也不難吃啦 豆皮跟烏龍麵 好吃 還有這個蝦子 蝦子 蝦子 蝦子煮完之後變好小一個喔 原本 原本放在中間還滿有一定的那種大小 就煮完了變有點小格 有點可愛 就是蝦子 這真的很不錯耶 如果天氣冷的時候 吃一個這個呢 會整個身體都暖起來 雖然說現在已經春天了 沒有那麼冷 吃起來感覺還是非常的過癮 冬天或秋天 就比較涼的時候 晚上吃一個這個呢 真的感覺還滿不錯的 哇 超幸福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這個Sarenance 所推出的 鍋燒烏龍麵的冷凍食品的一個簡單的 試吃跟分享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真的 日本的冷凍食品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它會做到讓你吃起來的時候 你甚至你不會有覺得說 我正在吃冷凍食品 我會覺得好像在吃那種 剛做出來的東西一樣 這點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這個烏龍麵呢 我是在日本的7-11所購買的 它的售價是日幣440塊日幣 我覺得呢 以吃一餐的那種角度來看呢 440塊呢 算是非常非常的便宜跟划算 你又可以吃到 這麼漂亮 這麼 你又可以吃到一個 這麼鮮美湯頭的一個 鍋燒烏龍麵 我真的覺得還滿值得的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日本的人 或者是你來日本玩 你住的地方是有瓦斯爐的的話呢 這一款冷凍食品的 7-11的鍋燒烏龍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薦給大家喔 然後之後呢 我也會陸陸續續去拍一些 其他的冷凍食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也請不要忘記繼續追蹤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啊 還有像那些這種 日本便利商店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產品的 試吃呢 跟感想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生活的 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還有呢 這邊呢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還有旁邊這兩邊 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又冷凍烏龍麵也是 超好吃的阿